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帮 我们都知道音乐可以洗涤人心的力量 现在科技进步,音乐也开始电子化 电子鼓,就是爵士鼓的电子化版本 它是专业级的乐器设备 电子鼓的好处是可以设定不同的音色 而且可以尽情的打鼓,不会吵到其他人 我就好奇啦,那电子鼓怎么去侦测鼓棒打击的力道与位置呢 我们用Google查一查电子鼓的秘密吧 它的产品有传统的爵士鼓,也有专业的电子鼓 我们来学习一下 画面中的三角椎物体就是感应器了 一个鼓面有好几颗感应器 透过每一颗感应器的接收强弱 就像遍布在不同地区的地震仪一样 就可以计算出鼓棒敲击位置跟强弱 从试波计可以看到 敲击的时候感应器可以产生对应的震荡波形 三角椎看起来像发泡棉的材质 接收振动又能吸收缓冲 诶,你看!感应器好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零件 长得好像是压电片诶 所以我又去搜寻了网路相关零件 确实这些专业的电子鼓的感应器 就是我们常见的压电片 我们试着用压电片自己做一套看看吧 我们需要一片Arduino Uno开发版 记得购买时要确认是Uno哦 像这片是里奥纳多 它连接到SD卡模组的接法跟Uno不同 我们这里就先用Uno示范哦 然后我们需要一片洞洞板 这里选择的是单面铜箔的洞洞板 然后准备一片SD卡模组 我们将会把鼓声档案存在记忆卡里面 所以还需要准备一张MicroSD记忆卡 因为档案很小 选择低容量的就行了 再来准备一片音频放大电路模组 要把声音透过它来放大音量 左右声道的输入 以及电源无伏特的输入 另一端就是接双声道喇叭的接点 在这里只会用到一组单声道哦 然后喇叭可以选择尺寸合适的 规格可以挑4到8欧姆 2到5瓦功率的喇叭 再来就是主角 压电片啦 压电片背面有内圈与外圈 各接两条电线出来 这里会用到6个输入 所以准备6个压电片 然后Uno开发板需要6PIN L型排针 跟9PIN L型排针各一个 再准备2PIN与1PIN L型排针 给放大电路用 触控按钮一个 做音色切换用 10K欧姆电阻一个 按钮接地的时候会用到 10MHz 电阻6个 压电片并脸会用到 音麦克法拉电容一个 过滤音频杂讯用 接下来我们用手绘出材料清单 供您参考 以及电路架构图 最后是接线图 我们先加工L型排针 把L型那一端推到底 跟塑胶靠在一起 接下来每一根都一样推到底 推到底之后把排针减剩一半的长度 因为我们会用到A0到A5的接角 以及旁边的VIN跟GND 所以将9PIN L型排针方向朝内插上去 另外一边会用到8到13角位 所以9PIN L型排针也朝外插上去 然后拿出电路板 因为UNO开发板的排线 有一些错位 所以在焊接到冻冻板的时候 最好有一点位移 焊接完板子也会比较正一点 拿出恒温烙铁 把排针焊接固定 另一端也是先固定一支排针 然后把开发板小心取下来 再来焊接其他角位的排针 因为排针很密 烙铁头清洁就变得很重要 可以拿出陶瓷烙铁架 上面有木浆棉 适量加湿后 就可以拿来清洁烙铁头了 因为这是恒温烙铁 不用担心烙铁头温度会下降 如果你是一般烙铁 担心温度起伏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铜丝球来清洁 就这样往里面插几下 铜丝就会咬住多余的焊息 烙铁头就会干净了 接下来把剩余的排针都焊接在洞洞板上 把Arduino Uno开发板插上看看 OK 没问题 拿出MicroSD卡模组 一共有6支角位 要连接到Uno开发板的10到13角位 以及电源的正极与负极 因为模组的CS角连接到Uno的第10角 所以我们把这两支角位 对齐并焊接固定 接下来用4条电线 如电路图所示来连接 音频放到模组 也用1PIN跟2PIN的L型排针焊接固定 再来拿出10MHz电阻 一端把它剪短 焊接在Uno的A0到A5共6支角位 然后把电阻另一端全部焊起来 最后两PIN是正极跟负极 我们用单心线把它延长 并连接到电阻的尾端 焊接正极时 发现隔壁端子粘在一起 怎么办呢 别紧张 只要像这样子一滑就分开了 把正极延长的两端固定 短的是正极 长的是L型的负极 连接到电阻的尾端 到时候压电片就是分开焊接在电阻的两侧 接下来拿出触摸开关 实际使用时 按着触摸开关敲打压电片 它就会实现改变音色的功能 把触摸开关安装在正面 背面把它焊接固定 拿10K欧姆电阻 连接触摸开关跟接地 并连接到开发板的第八PIN上面 开发板的第九PIN是音频输出 把它连接到放大电路的L输入端 因为我们只有单声道 所以选择一个声道输入即可 放大电路跟开发板都需要供电 所以把这两块板子的正负极并连起来 再连接到UNO开发板的正负极输出 放大电路 觸摸開關的另一階角需要連接正極 可以拉一條電線連接到放大電路的正極 拿eMicro電容和在音頻輸入的L跟接地 主要是用於減少雜訊干擾 再來拿出壓電片 依序穿過動動版把電線引到背面去 把壓電片的附集都焊在接地上 壓電片的陣集依序焊接在電阻的另外一端 拿出泡棉刷面膠帶固定壓電片 拿出泡棉刷面膠帶固定壓電片 這樣在敲打壓電片的時候會有緩衝 不會干擾到隔壁的壓電片 炸棉刷面膠帶固定壓電片 接下来固定喇叭 焊接喇叭在L侧的输出端 把多余的电线整理一下 装上UNO开发板 硬体部分差不多完成啦 接下来处理软体的部分 把程式码打开 程式码有简单的注解说明 上路前注意要勾选Arduino UNO 跟连接USB的通讯附 就可以烧录啦 另外鼓声档案把它复制在MicroSD卡上面 记得鼓声档名要跟程式码里面的档名相同哦 你也可以更换自己喜欢的音乐档 但必须要先经过这个线上转档成合适的规格 先把音乐档案上传 再选择8bit 16000Hz Mono 以及PCM 8bit的选项 按开始转档 转档后再按儲存就好啦 对了 用螺丝固定后 电路板就可以平稳的放在桌上了 把MicroSD插上去 连接UNO的DC5525电源 一端接行动电源 有趣吧 你也可以发挥创意更改自己喜欢的音乐档 感谢收看 影片之作不易 请帮忙分享 按赞订阅 开启小叮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